好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 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2004年 中国乒乓球和世界明星联队的男子对抗赛 第一场比赛结束了 稍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第二场比赛 中国固守乒乓霸主 乒乓球中国世界挑战赛 商家力邀强势拼团 亚洲力量阳城释放 中国 中国香港 日本 韩国 水煮沉浮 谜底近赛 2004年丰田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 告别往日沉浸 乒乓声声起航 脸上写满志气 手上完转乾坤 全年精彩不断 自由小将收官 敬请关注新年献礼 第四届优石器青少年乒乓球挑战赛 乒乓球让您这个冬天不会冷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2004年 中国乒乓球男队对抗世界乒乓球连队的比赛 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 是由萨姆索诺夫对中国选手王浩是打第一场 结果呢是王浩呢是以3比1取得了胜利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两个大盘观的得主 瓦尔德内尔和孔灵辉相遇了 这两个一年都是老将 当然孔灵辉呢 要比瓦尔德内尔还要年轻得多 小十几岁 但是孔灵辉呢目前也是中国平方球队的大哥大 岁数是最大的 而且呢他这个在这次比赛中应该说表现得非常不错 虽然是输给了施拉格 但是在3比1领先的情况下输掉的 所以大家也为他惋惜 今天呢我们看看这两个老将的比赛 孔灵辉呢的技术呢应该说是一个全面型的 他这个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加强了正手攻击的凶狠度 所以使他这个技术全面特长突出 没有明显漏洞啊 基本上达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 那瓦尔德内尔被称为游记队长又是长青树 可以说有人说瓦尔德内尔打球呢充满了艺术气息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觉得呢 可能在变化上啊 在球的这个技巧上啊 这都是我们观众的看点 杨颖你的看法呢 那是这样的 不过刚才看了一下瓦尔德内尔的简介啊 就仅仅是这个欧洲12强的男单这个比赛啊 他就获得过7次的单打冠军 所以他打的这个打球的这个年龄实在是太长了 而且他还是25届奥运会的男单冠军 我记得在以前的时候啊 大家对瓦尔德内尔有一年当中就觉得他比赛成绩非常差 几乎所有的比赛一上场就输 但是呢 唯独到了奥运会之前 瓦尔德内尔这个人啊 一下感觉改变了 然后到了奥运会的时候呢 这个我记得那时候是邓亚平曾经说过 瓦尔德内尔从奥运会的第一个球开始 就是满场跑满场的跑步检球 呃不停的在跳状态特别积极 就完全进入了一种奥运会的那种状态 这个运动员他有天赋是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抓得住机会 就到了大赛我要表现好的时候 我一定能够表现好 所以那次呢 他是拿了奥运会的男单冠军 瓦尔德内尔我记得好像当时跟佩尔森啊 都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拿的世界紧要赛的冠军 那么到九七年的时候四十四届的时候 他又再次拿冠军 对啊 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啊 就是他这个呃 起伏起伏不停的起伏啊 但是始终能保持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那次那次在那个就是您刚才 蔡老师刚才讲的他在四十四届市民赛 他最后啊是战胜了萨姆索诺夫夺得的冠军 那场球啊很有意思 就是感觉上瓦尔德内尔下风 但是到最后他总能赢 就是一到关键时候那是那时是二十一分之 关键时刻 呃他所有技术都能够发挥出来 就让大家感觉到无可挑剔 嗯 萨姆索诺夫也是也是 应该说是最辉煌的时候 萨姆索诺夫 但是就觉得比瓦尔德内尔要差一点 对另外这个瓦尔德内尔他这个修炼呢 呃可以说是非常 特别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素质的修炼是非常高的 呃我记得在这次雅典奥运会的时候他碰到马林吧 对你看他这个跟马林达好像一下马林就好像给我感觉好像不是马林了 呃其实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在这种大赛过程中 就瓦尔德内尔明明知道自己不如马林啊 几乎赢不了马林 但是他到那个时候 他敢于 就是那种那种啊就那种那个那个那个那种士气 包括那种哎包括那种状态 包括那种心理他觉得我能赢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老运动员的这个厉害之处 就是长期啊磨练啊最后呢虽然他知道你比我强但是他知道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我能把你招住我能抓住你的这个心理的弱点 啊这个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点就是马林那场比赛啊 他除了是心理上的问题他比马林要放得开要豁得出去 还有就是技术上在技术上在技术上面他确确实实抓住了马林的几个弱点 那几个弱点一般来说像马林这样的优秀运动员 他是暴露不出来的 但是在那天跟瓦尔德内尔的比赛就是暴露的淋漓尽致 可以说纸板的一些弱点全让马林给打出来了 所以说瓦尔德内尔他呃非常聪明 那一般的像跟马林这种比赛 你看不出马林的呃推挡差了或者是质量低了 但是在瓦尔德内尔那天控制的死死的 从接发球开始就是呃瓦尔德内尔接马林的发球 第一般就给他批两条底线长的 一般对男的比赛男队员比赛没有磋长 很少有磋长都怕磋长 但瓦尔德内尔他就敢敢于磋长敢于磋马林正手 最后打通了 呃另外呢这个今天孔灵辉和瓦尔德内尔应该说啊 都是呃对这个实力平方球运动作出突出贡献的啊 都是他满贯的得主 那孔灵辉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他的这个连接技术非常好啊 就是每一板的之间的连接非常的协调 而且速度跟进非常快啊 这个蔡正华总要链不止一次的讲到 这就是孔灵辉的最大特点 那瓦尔德内尔呢他是横板啊 罚球的时候直握 包括白短欧洲的前三板是他啊带动的走向前面的 好我们看比赛 林迪 第一轮罚球呢孔灵辉是赢了一个 输了一个现在瓦尔德内尔罚球 来 来 拉起来 漂亮 你看他这个拉球啊 这个就是摩擦球摩擦的非常到位 在吃球时间很长 而且球呢还有一个向侧拐 孔灵辉这个球打的中路打的也非常好 三边 你看刚才孔灵辉这个正手这个球啊 有既像一个切长啊 又又突然一下往侧面一势 就是球又很短 就是有这个假动作的这个味道啊 马尔德内尔在前一段呢 在这个搞了一个 对他在前一段呢 在这个北京啊 呃 当时开业的时候呢 呃 我们这个 这个乒乓球界的很多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都去为他捧场 都去参加了他这个 一个活动 所以 马尔德内尔他是有着很深厚的中国情节 马尔德内尔这个乒乓球的成长其实也是离不开中国 因为什么呢 他在15岁左右的时候啊 曾经到中国进行过集训 那打下来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孔灵辉真是作为一名老将 他现在其实也在往瓦尔德内尔这条路靠 因为瓦尔德内尔他打了这么多年球到现在 呃 年龄这么大还在打都四十多岁了 有四十岁做的 三十九岁四十岁 然后孔灵辉呢 他也在想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 嗯 因为 作为运动员来说 他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整个呃 可能长到现在从五六岁开始 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乒乓球 那打了这么多年球 他不想轻易就放弃 就轻易就割下这个拍子了 他觉得不止应该延续他的这个运动寿命 对 另外瓦尔德内尔也给他做了榜样 那孔灵辉呢 比瓦尔德内尔小十岁 所以呢 仍然呢 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本身 他对平方球的热爱程度 这也非常关键 对 那么对于孔灵辉来讲 他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中国 你要想再上顶着的话 很难 因为后面的像陈起啊 那像那些小将的冲击你 那最后你不行了 那你自然要下 所以孔灵辉现在还是顽强的在那顶着 而且技术水平还是确实不错 第一局11比7 杨远觉得你觉得两方正常吗 第一局 比较正常 应该说孔灵辉 比瓦尔德内尔小十岁 然后整个在比赛场上 这个球上来看 孔灵辉也是比他要 整个要活一点 整个速度啊 就是连接球啊 这些所有的技术 应该说比瓦尔德内尔 要显得灵活 孔灵辉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很羡慕瓦尔德内尔 因为他能够打这么多年 因为瓦尔德内尔在瑞典队 因为他一个是瑞典的后备力量 没有人 确实顶不上来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在瑞典队的问题 就是赢也是他 输也是他 可是在中国 在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乒乓球队 它的梯队建设非常好 下面还有王浩 有陈启 有郝帅 包括一些邱一可 还有很多的像这样的年轻人员 他们也都在迅速的成长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瓦尔德内尔首先发球 漂亮 瓦尔德内尔发球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 他是横板直卧 他是斜着卧 就像过去张谢霖教练萧球的那样握拍 一边 大家可以看到瓦尔德内的手感很好 瓦尔德内尔虽然现在可能会在一些比赛当中输球 但是他对于乒乓球的推动来说 有着很大的作用 就很多举办比赛的地方都希望他能够来 这样呢就是说也是观众对瓦尔德内尔的喜爱 瓦尔德内尔也似乎成了这个乒乓球的这个长青树的一个代名词 一说瓦尔德内尔人们都知道它是长青树 另外呢 他也成了这个乒乓球的一个代言人 那孔灵辉和瓦尔德内尔他这个球有一些不同的 孔灵辉他使的是咱们中国天津的729这样的胶皮 是中国的这个出的胶皮海绵 而瓦尔德内尔他打的是这个Nitaku就是日本的套交 就是球的性能还不一样 像孔灵辉的球呢 拉过来的弧圈球就是感觉上比较转弧线比较低 而套交这个日本的套交打过来的球呢 就是虽然力量很大 但是他球比较正 不贼 不别扭 所以虽然是两个横板 但是从胶皮上来看 这个器材上来看 他们打过来的球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好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5 那孔灵辉呢 这几个球都是后发之人 那这也是乒乓球比赛中一个必须的 就是在你一旦抢攻不了的情况下 你能够 在防守的情况下 能够积极上手 孔灵辉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先胜 第二局有9比5领先 现在您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 向大家现场介绍的是在湖南 进行的这个世界打中国男子乒乓球的对抗赛 可能有些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不久 刚才呢 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 就是王浩呢 是3比1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那么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场比赛 那么后面还有呢 就是柳成敏对陈启 王立琴对施拉格 还有波尔对马林 整个比赛采取5场3胜制 是单人对抗赛 团体赛里面呢 就是5局3胜 单打呢 是7局4胜 以前21分制呢 是团体赛是3局2胜 到单打的时候呢 就是5局3胜 所以他这个看上去 好像这个比赛的赛制 说是11分制 应该说是打的快一点 时间应该快一点 但是如果运动员的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的话 应该说这个7局4胜的11分制 和21分制差不多 没有太多的区别 漂亮 好的 我们看到孔玉辉打球啊 感到很自如啊 很协调很轻松 孔玉辉在前一段 我们为大家转播的 那个中国俱乐部超级联赛的 颁奖仪式上 是获得了超级人气奖 就是孔玉辉呢 他的打球这个风格 包括在场上的气质啊 很多的球迷朋友和观众朋友都喜欢 很喜欢看孔玉辉打球 三笔 漂亮 啊 可能会刚才拱攻球的时候 他就撇着往处打 这样的防守非常难的 4笔 所以 这个 瓦尔德尼尔他虽然 可能在场上 就是落后比较多 或者是输掉比赛 但是他在场上呢 他的表现 就是给观众啊 就是起到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观赏作用 就观众很喜欢 看瓦尔德尼尔打球 因为看他打球 他有一种很高的超超一流的这种享受 所以观众看的并不完全是这个输赢的问题 主要还是看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和这个球打的精彩度 所以说像瓦尔德尼尔这样的老运动员 还是很有利于我们乒乓球的这种推动 那我们看看后面的比赛 瓦尔德尼尔现在呢已经 已经没有退路了 因为他前面的两局输了 第三局还落后 暂停以后呢 连赢两分 目前他的发球抢攻 这个是横板选手里最出色的 孔联会发球 放出高球 测弦 放着测弦 这是个运气球 擦网了 可能会有好的适应一下 好的 让他这个反手啊 相持过程中的侧身 这是挖隔壁的一个优点 4比6 这个球瓦尔德尼尔显得动作慢了一些 今天孔联会的这个防守防得非常好 已经连续的几个球 就瓦尔德尼尔看起来势在必得 结果让孔联会一个回头 瓦尔德尼尔主要还是靠正手来得分 发球是他的优点 相持反手 双方又相持 双方球 现在6比7 6比8 好球 7比8 那这局瓦尔德尼尔有希望 结果孔联会是挑一个直线就出界了 这样瓦尔德尼尔把比分追成了8平 在前两局呢是孔联会先胜 现在孔联会发球 短的来短反手拉起来 孔联会落后一分 8比9 大家看着孔联会的一个发了一个进网 现在轮到瓦尔德尼尔发球了 10比9 还有 对了 好的 第二双方打成了视频 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孔联会2比0领先 这个球瓦尔德尼尔反拉没有成功 转眼间 孔联会又落后 瓦尔德尼尔又落后了 结果瓦尔德尼尔发球失误 这样呢 孔联会就以3比0 战胜了瓦尔德尼尔在第三局呢是以12比10取胜 那瓦尔德尼尔今天虽然是输了 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精神状态 包括整个比赛过程 应该表现的还是令人满意的 对今天双方运动员打完都比较松弛比较高兴 瓦尔德尼尔可以说是虽败优荣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第三场的对抗赛